山居里头才刚刚下过大雨 溪水相当湍急 消防人员身穿救生衣 把绳组拉到对面即刻救援 两个人 两个人啊 可以吗 好像上 别去 人即使穿着装备 握紧手中绳子一道溪水里头 还是跟着强劲水流方向飘移 事发在24号 一名44岁的田径导游 带着27岁的无姓男子 以及中姓女子 三个人一起到花莲 万荣乡 万里溪的野溪温泉泡汤 原本打算当天来回 下午5点就要回到林田山 远区的入口 却因为山区下雨 溪水暴涨 回程当中要多次横渡溪流 三人找不到适当的过溪地点 也担心体力无法附和 只好折返在山区度过一夜 25号早上才获救 今日上午一名导游先行 下山求救 本分队派遣三名取消 期待绳索勾环 前往救援 利用横渡架设协助 另外两名代救者入河 原来导游早上七点 先自行下山 跑到消防队求助 等到十点多 消防队才把两名游客救下来 总共花了三个小时 秋冬到来天气变冷 泡温泉暖暖身子 可得好好评估天气跟路程 这一回在山上一夜惊魂 幸好平安回家 TVBS新闻 高中黄凯敬花莲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